行医圈的大师孙存周先生曾经说过 行医圈宁果钻帆非常够用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 行医圈核心宁果钻帆解析的第二代 这个果是什么 就跟你穿衣服一样 天冷了 冻得你瑟瑟发抖 你把衣服裹起来 把皮上裹起来 这就叫果 是不是 把自己包裹起来 或者把对方包裹起来 这个果是包裹包含的意思 这个果呢 是和拧分不开的 前面这个宁果钻帆拧的时候 实际上就像你把自己这样包裹起来 你让你穿衣服 是不是把自己包裹起来 但是呢 你在练的时候 你注意周身的拧了 当然不是小臂的拧了 你注意周身都拧起来 你才能把对方包裹起来 为什么呢 假如我们两个人 稍微一做动作 我一地手对方挡住了 那么这个果 我利用周身的一个旋拧 拧过来 对方肯定会格挡 一格挡的话 这种状态 这就叫包裹 拉过去进行击打 这是一种 就相当于你把它抱住了 让它施中了 它想使劲 它没法挣扎 你看大人抱小孩 那就叫果 它怎么挣扎也出不来 另外一种呢 就是我们直接从外侧 刚刚我们是从内侧 去寻找 通过越过这个手 去寻找它的身体 这是一种果 也可以从内 从这个外侧 稍微一绕 把它拉到这里来 从这底下 也是一个包裹的劲 这一般来说 在八卦掌中比较多 对方一挡 从这儿果 从这儿果 这也叫果 逃当或者干什么的 所以都是把对方包裹起来 包括说个好玩的 咱们现在所有的MMA的索记 这也叫果 是吧 这是不是也把对方包裹过来了 包括断头台 包括十字固 包括什么的 都是把对方包裹起来 然后施加压力 是不是 所以这都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不要把古人想的那么刻板 古人实际上是非常灵活的 他一个字有很多的意思 但是至于这个字 你能理解到哪一层 就看你自己的经验和水平了 但如何能够把对方包裹起来呢 那一定前提就是 你有前面拧的基础 你和对方一搭上手之后 对方和你一点一拧 身体就进来了 你就把对方包裹进来了 头撞也好 打击也好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周身的凝果钻饭 周身的凝果钻饭 这些劲儿只能你去通过单练来完成 但咱们大家现在练套路都是 刚拧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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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整天练这种身体拧 手拧 腿拧 整天练这些东西 还不一定能练出来 这个凝果钻饭实战中的劲儿呢 就是你每天练对的东西 你还不一定能练出来 何况我们现在只练手臂 只练稍节 对吧 所以我们都说的东西到底有没有道理 对不对 大家用理智去判断 我们其实也是越传播 心里是越无奈 人只相信自己相信的东西 这无所谓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我们说的有用 欢迎给我们点赞 评论 转发 一圈三连